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机会来的时候 要勇敢一点的跨出这一步 然后呢 让我们自己可以更上层楼 这是要去把握的 而不要只是因为好像很顺利 然后呢 我就是有一点点的打会摸鱼 或者是觉得有一点点侥幸的心态 不付出努力的话 那么这样子在这个有时候 等到这个好运稍微的离开之后呢 你就会懊悔说 为什么我当初没有把握住这样的一个机会 这所说的朋友们 我们说今年的财运 其实一样的 我觉得有一点点 我们不要讲大起大落 就是说财进财出 其实都是这个门都打得很开 也就是说一样的 我们其实是有机会觉得 诶 奖金也不错啦 确实你去看账面数字的话 每个月的收入确实是不错的 但是怎么年度结算下来 这个存款好像并没有随之增加 这时候我们就要在年度的开始提醒自己 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的话 就是当我们觉得有很丰厚的收入进来的时候 千万不要手头太松 因为大部分的射手座 我觉得都是那种不太善于理财吧 或者是这种对自己很好 对身边的朋友也很好的 所以呢 可能有时候真的是觉得 有大饼的资金进来的时候 赶快去存起来 做定存啦 或者是交给可以帮我们投资的 不管是伴侣或者是爸爸妈妈都好 把这个钱真的存下来 这样子到了年底的时候呢 你才不会觉得怎么好像账面数字很漂亮 但是呢 好像我自己花的也很爽快 就是开心过了一年 但是实际的存款并没有增加太多 这样子就会有一点点可惜了 我们说射手座的朋友们 在今年的感情运方面 会呈现两种比较极端的情况 一种是我们太过的随顺姻缘了 就是好像抱持着很不积极的态度 这个缘分来的话我就等待他来 但是我们知道 有时候缘分是需要自己去开拓的 再怎么样 至少像我会觉得啦 告诉身边的朋友 我现在单身 我想要认识新对象 这样子的事情至少要先说出来 朋友们才会帮我们介绍 我们才有认识新朋友的机会 对不对 好所以今年要懂得这样子多一点积极 另外就是 有些射手座 在今年这个人员太好了 脚踏多条船的情况也要避免 好因为呢 毕竟有时候看似平稳的时候 可以脚踏多条船 但是风浪一起的话 很容易就会翻船了 好我们要避免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 所以提醒射手座的朋友们 在今年我们要记住 把握良机切勿挫脱 不要辜负了这个好的时光